你知道吗 榴莲除了那种新鲜的吃法之外 还有很多别的吃法哦 先吃这个吃饭 首先它们的味道非常浓郁 就是来到了一个榴莲的世界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真的头很晕 先吃这个 它们让味道从浅到深开始 挺脆的 有没有榴莲味 但是很淡 吃这个是一开始 好像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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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什么榴莲味 但是很好吃 不是那么太喜欢吃榴莲的入门精 食客 当然在这边买的话 叫榴莲的鲜 鲜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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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容易掉渣 嗯 因为里面那个佳鲜 里面那个佳鲜 里面那个佳鲜的话 是那种甜甜的榴莲味 然后不会像这个味话饼蛋要那么重 这个挺好吃 嗯 嗯 榴莲味本身 比较淡 巧克力 而且 接下来到了我非常期待的 这个是巧克力 很遗憾 我吃到这个里面没有腥 是有的 它有榴莲味 我吃太快 榴莲 黑巧克力 榴莲 黑巧克力 它没有榴莲 它没有榴莲 我不喜欢吃 什么都可以 它没有榴莲和榴莲 榴莲 黑巧克力 你感受得到里面有加心 但是你不太能吃得出来这个加心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巧克力味 比榴莲味要重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的巧克力应该属于那种低卡 高含量的那种 纯度比较高的那种巧克力 所以吃上去的话会比较苦 然后榴莲味会比较淡一点 这个方法是一个 榴莲 但是它们在这种程序 它们不是很抬拎的 这不是很抬拎的 这个是大榴莲 大榴莲 这个方法是一个 大榴莲 特别是大榴莲 大榴莲 大榴莲 很抬拎的 这也就是 这个方法是 榴莲的布丁 没什么味道 你吃 你那个净嘴的时候 我觉得不好吃 我不太喜欢这个 像豆腐啊 我可以吃饭 喜欢吗 喜欢吗 我感觉 吃饭 感觉有力 感恩 以上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对这些稀奇古怪的榴莲食物的 试吃之后的感受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它们是什么味道 你需要自己去尝尝哦 拜拜